詞曲 李宗盛 本周梦想的声音 依赖导师李荣浩 他不但为我们带来一首 超好听的香水 更是被JJ老师 狂CUE女友杨晨霖 实在是太幸福了 如果我是一个女生 我应该会 你会怎么样 你想怎么样 这么说好了 我会非常懂好朋友 杨晨霖的心情 而林俊杰本周 则和张亮颖 共同带来一首 熟悉的《匆匆纳年》 很不赶紧戳整篇 如果男性不得红颜 别太快彼此前线 谁敢信就这样 彼此无话也无欠 我们要不赶紧战 我们要互相亏欠 我们要后断思念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以说是美出新高度 周一维细腻的眼神里都是戏 王俊凯首次和张子怡江洪波两位前辈同框演出 小凯变身皇太子和张子怡母子相认 真是一出感人大戏 还等什么快戳整片吧 日后你一定会是一名的君主 谢皇后娘娘去送她衣裳 母后 儿臣斗胆 跟亲母后放过童妃娘娘 皇儿 你今后要掌管江山设计 切不可因小失 本周漂亮的房子迎来嘉宾沙裔夫妇 沙裔放狠话称饭菜要好才夸房子好 而妻子胡可则是大赞房子好浪漫 还什么帐篷啊 对于我来讲都一样 你怎么那么务实呢 只要饭给的好 房子我就说好 什么人呢 这个好浪漫啊 这才是爱情 有戒指吗 当时 没有 都没想到 真的没有 突然就说起来的 我跟她很像 我们俩也是在一餐厅 她是西餐厅 我们是在一个面馆 哇 丹妞还问要不要跪的 对啊 你看 关键是人家丹妞表态了呀 你从来就没有表态过呀 要不要跪呀 当然没有表态 因为我整个 你不想跪呀 整个吃面都是蹲着的 蹲着 我们都有一套 自己独特的那种形象 本周嘉玲姐嫌迷弟冯绍峰 做客你好生活家 分享他们与明导共事的 珍贵回忆 我擦个地板 我演组了27次 那我说你想我怎么样嘛 就是不对嘛 再来吧 就是擦到最后呢 我整个人就是头发 开始冒烟了 真的在干家务了 整个人就是很湿透了 整个衣服 然后我的感觉 我的表情是很愤怒的 就是你到底想我怎么样呢 刘嘉玲对王家卫的态度 是如何从愤怒化为感恩 冯绍峰拍徐克的动作戏 又有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快戳视频观看吧 我觉得拍徐克导演的戏 我就是一次非常好的健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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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